杨紫高度还原邱莹莹角色,与黄紫涛吵架,上演分手大戏,互对半嘴闹不停。 最近,由杨紫和黄紫涛,杨迪和纳英,孙洪雷等人一起录制的《萌探探案》掀起了热潮。 综艺节目爆点最重要的就是有有趣的人,那么这档节目绝对是在每一位嘉宾身上都赢了男人帮的孙洪雷, 小精灵黄紫涛,小邋遢杨紫,白斩堂杀艺,综艺王杨迪等等。 杨迪和黄紫涛属于同龄人,也放得开不怕开玩笑。 在最新的一期节目当中,黄紫涛和杨紫的身份是一对恋人, 于是杨紫瞬间像是邱莹莹上线了一样。 对于女朋友这个身份带入近来,什么事情都能够和黄紫涛吵起来, 就像两人真的恋爱了一样。 在众人一起上车的时候,杨紫和杨迪坐在最后排, 起初杨迪坐在杨紫身边还被赶走了, 但是后上车的黄紫涛选择了其他位置, 这就惹到了女朋友。 杨紫毫不客气地点了,黄紫涛的肩膀, 你为什么不跟我坐一起? 要说互动有趣就有趣在一个人说,另一个人能接, 黄紫涛听到之后的身体反应直接起身往后走, 这时候杨紫还在一直质问你什么意思? 黄紫涛一直没有海嘴,而是赶紧坐到杨紫的身边。 不亏杨紫是专业演员,不管是什么时候, 代入感都超强。 当黄紫涛落座后,短暂地和杨紫对视了一样, 一向吵架能守的黄紫涛突然不说话, 直接走到杨紫身边看着杨紫, 这样的小表情简直能让人幻想出一部完整的电视剧。 倒是杨紫这一边愈演愈烈, 像急了怎么哄都哄不好的女朋友。 杨紫气氛地说道, 分手,黄紫涛就呆呆地坐在另一边。 归国四子中的黄紫涛, 曾经多次表示自己希望能够谈恋爱, 这次在综艺节目中拥有了女朋友, 没有甜甜的撒娇, 反倒是许多的争吵, 这直接把往日意气风发的倾倒, 小哥整猛了。 之后黄紫涛则是捂着自己的心说, 你这样会很伤我的心, 眼神直勾勾的就看着杨紫, 虽然是综艺的身份, 但是看得出来绕过黄紫涛谈恋爱的话, 一定十分宠爱自己的女朋友。 杨紫和黄紫涛伴嘴到什么地步呢? 连杨迪都打喝欠困了, 他俩还在吵架, 杨紫这一段的表演堪称是高度还原邱盈盈了。 从前的黄紫涛能够把那鹰气哭, 气哭之后又跑去道歉。 但是到了杨紫的面前, 黄紫涛就变得走心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